踏入9月,蘋果推出的多款新產品入面 數到最觸目的必定是iPhone 14 想省到最盡入手 好多人都會考慮申請新的信用卡 賺他們的迎新 今次我們就選了3張卡 同大家分析他們的優惠 隨時之外 還幫大家整合了5間商戶的信用卡回贈 最多可以省成650元 記下這些優惠 出身機就自然精明過人 想不用5,700元入手 申請SADA SmartCard就最適合了 發卡之後第一個月 只需要簽帳滿4,000元 就已經有1,200元的現金回贈 就以iPhone 14 128GB為例 扣除回贈之後 只需要5,699元就可以入手了 而EON最近新推的WakuWaku信用卡 用EON App申請 除了有200元回贈之外 發卡之後頭60天內 在網上簽帳率積滿8,000元 就有最多500元的10%營身優惠回贈 加上這張卡 最多300元的6%網購回贈 即是前後合共省成1,000元 虛擬銀行都有推出優惠 MOS新客戶用邀請碼首次開戶 並且申請MOS Credit 在開戶之後45天內消費滿2,000元 就有600元現金獎賞 講完營身優惠 當然要看不同商戶的信用卡優惠 先講講很多人未必知道的優惠 就是用恆生信用卡去Apple Store 或者Apple網上商店購物 單一簽帳滿5,000元 就有5%CashDollar回贈 恆生卡在Soling都有優惠 簽帳滿1萬元就有380元的CashDollar回贈 加上簽帳擊賞的100元回贈 合共加上就有480元回贈 衛信和封閘都有回贈450元的信用卡優惠 不過消費金額的門檻就不同 在衛信用匯封信用卡 只要滿7500元就有450元回贈 而用DBS信用卡在封閘消費滿9,000元 用Apple Play、Google Play等電子錢包 才有450元回贈 如果是中銀卡客戶 有時有銀聯雙幣信用卡 可以去到白露匯 簽滿8,000元就有450元現金回贈 如果滿1萬元 會有額外200元現金回贈 合共即是650元回贈 總結上面這麼多家商戶 如果想拿盡優惠買入門型號 例如是iPhone14或14Plus的用家 就可以考慮衛信匯封卡的回贈 而買Pro或Pro Max的型號 就可以考慮白露匯中銀卡的回贈 或是Apple Store的恆生卡回贈 提一提大家 以上的優惠是以Apple的建議零售價計算 提回往年經驗 有部份商戶發售的第一批iPhone 或者會高過建議零售價出售 所以在買之前記得要留意 講了這麼多買iPhone14至底優惠 大家又會決定怎樣買呢? 最後都要提醒大家 買還是不買 還得到先號Note Card買